一般我们说失智就是大脑已经产生了某一些特定区域的萎缩 那它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的疾病 那到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愈 那脑雾它是一个症状表现 通常它会跟某些疾病有关 身心会疲倦怎么睡都睡不饱 然后开始产生一些身体的不舒服 像头痛头晕耳鸣啊 然后视力模糊等等 这些都是脑雾蛮主要的核心症状这样子 我们先说脑雾这个词就是Brain Fog 那相当于就是大脑起了浓雾的感觉 那这个词其实最近会非常的热门的原因 是因为失智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了吧 那失智这个议题其实也就是被重视了好几十年的时间 那最近大家就会说失智是高龄族群才会发生的 那发生的时候七八十岁了 然后发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逆转 那怎么办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重度大脑使用者 然后我们都还年轻 我们目前也没有失智的问题 那我的病人就常常问我说 我现在该做什么 我现在该注意什么 我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大脑的健康度到底有多高多低 所以呢 才会在这几年间 从这个欧美就开始流行Brain Fog 脑雾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要知道 我在年轻的时候该怎么注意我自己 那我该做些什么 所以这个脑雾的关注跟脑雾的预防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那脑雾其实它就是综合型的症状 它其实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 有很多的病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症状 那通常有脑雾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 记忆力跟思考理解力这三个大脑三原理 所以我们就会常常产生注意力患散啊 然后很容易健忘失神啊断片 然后思考很混沌 然后做抉择的时候或是做一些决策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困难 身心会疲倦怎么睡都睡不饱 然后开始产生一些身体的不舒服 像头痛头晕啊耳鸣啊 然后视力模糊等等 这些都是脑雾蛮主要的核心症状这样子 一般我们说失智就是大脑已经产生了某一些特定区域的萎缩 那它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的疾病 那到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愈 那脑雾它是一个症状表现 通常它会跟某些疾病有关 比如说这个睡眠有障碍的人 长期失眠前眠的人 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入睡或者是很容易平要做梦的人 像我的病人很多这样子的人 他就有脑雾的现象 他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开始健忘失神 那比如说有慢性疼痛的人 比如说他长期反复性的头痛 那或者是有很多关节的疼痛 或一直不断身体有各处的发炎 那像纤维肌痛症这种神经痛的体质 那他们就被发现就是说 很容易很容易产生脑雾的现象 很容易这些人就会说 啊我痛久了 痛了三五年开始 怎么开始我自己的专注记忆力就开始下降 所以这些都是跟脑雾十分相关的疾病 那包括有一些肠道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长期的肠躁症之后 就发现自己开始这个记忆力跟专注力 会产生退化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